他把那个放着自己照片的像架拿在手里 那个架子很特别 就是两块玻璃 后面那块有两根圆柱一样的玻璃棒 脱离着架子 因为没有框 更脱出照片的彩色及他脸上的光彩 和他笑时所露出来戏牙上的一排光亮 好怪巧的一个架子 台湾的镜框和这一笔显得真吐气 天磊站起来立在他身后 和他一起看那个框子 而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落在框里那个人 那张脸 那双眼睛上 眼睛正等着他 那是一双年轻充满了对生活的光明的期待的眼睛 他把手轻轻放在他旗袍衣领外的颈子上 然后弯着上身 轻轻在他头发上吻了一下 这是第一次我们单独在一起 是不是 一参 一参没有料到他触摸他 也没有料到是这一种只有柔而没有热的接触 从前他和于家俊在一起玩 才跳了两次舞 送他回家的三轮车里 于家俊就吻了他 那么不懂得柔的粗暴 他将他推开 骂他昏了头 他却那么样地把眼睛斜着看他 半笑不笑地说 好没见过世面 人家美国男孩子第一次带某一个女孩子出去 送回来时就可以吻他了 我们已经在一起玩过五六次了 他当然还是生气 可是又觉得他的话有道理 美国的电影小说都这样描写的 接吻一开始 当然也是别的亲密的动作的开始 他有时脑袋的蛮横 但是他也没有十分断然地拒绝过他 满一点的男人 对他来说代表一种男性 所以天蕾那个举动 有点令他难以了解 但也许是陌生的关系 他想 虽然他们通了几年性 但事实上等于是出交的朋友 人可以代表全部的性 性只能代表人的一小部分 是第一次啊 幸好你不舒服了 不然恐怕还要过好几天呢 我真是怕了 一天吃两顿大酒席 还要讲那么些客套话 我还以为你们在美国什么都吃不到 恨不得回来吃上十天十夜呢 我在美国的同学啊 写信来都是这么说的 当然是很想吃 但不是被人厌寝 要说些客套话 装着笑 人家说的是 明明觉得不对 还得点头敷衍着 这样吃东西就完全没有味道 不过 他们都是谋不过当年的老朋友 他们是好意 天蕾在床檐上坐了下来说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不领情 而是觉得我自己领不了这个情 这样吧 今天没有应酬 你带我去吃点小馆子什么的好吗 你不是肚子不舒服吗 那没关系啊 我们吃点清淡的好了 主要的是去逛逛街 而不是以留学生的身份 而是像一个出门旅行多年的人 回到旧居那样 好吗 那天我看见火车道边上的小石滩不见了 心里很不舒服 好像明明记得抽屉里放着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 过几年回来 却没有找到的那种失望 有些吃食店都搬到中华商场里面去了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但是啊 生意却很好 天雷忍不住笑了 不是那种开心的笑 当然 那是因为热狗是美国东西 然后他忍不住说 才回来不久 我发现一般人崇拜美国的心理到了畸形的程度了 一样东西只要沾上美国两个字就都是好的 你当时出国 我所谓的苦 并不是我做苦工 建卖我的劳力而觉得苦 那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一种感觉 和美国人在一起 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他们起劲地谈政治 足球 拳击 你觉得那与你无关 他们谈他们的国家前途 学校前途 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 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 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 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 你还是外国人 那么就和自己人在一起 而中国人分很多种 很成功地自成一派 因为他们是在美国成功的中国人 寻常的中国人 不敢和他们来往 另一种就是平常的 如果已经结婚 就把心全部寄托在家 在家里找到温暖 四墙之内有他的乐趣 如果没有结婚 惶惶恐恐地找对象 整个心思都在组织家庭这件事上 找女孩子 追女孩子 盯住一个女孩子 还有一种 是不成功而又没有家可以躲藏的 就躲在别的不成功的人的友谊里 一群人在一起 因为一群人在一起时 时间走得快一点 或者干脆就流落 做各式各样低贱的工作 然后豪赌狂瘾 忘了自己 在纽约就有很多这样的中国人 你必定要问我 我是哪一种 我是属于既没有失败 也没有成功 既没有家 也没有一群人 也无法失掉我自己的那一种 我是一个岛 岛上都是沙 每颗沙都是寂寞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不快乐 我没有不快乐 也没有快乐 在美国十年 既没有成功 也没有失败 我不喜欢美国 可是我还要回去 并不是 我在这里不能生活得很好 而是我和这里也拖了结 在这里 我也没有跟 我相信伯父母也不愿意 你就这样留下来 他忽然很注意地看着他 那你呢 我什么 他睁着那双圆眼睛 毫不解释地回看他 他看不出来 他是装的 还是真不懂他的意思 如果我们像我父母说的那样 你愿意我留下来吗 他毫不考虑地摇摇头 不 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 至少可以给自己的同胞做点事 在那边 我教的是别过人的子弟啊 他思索了很久说 我觉得台湾地方太小 没有办法发展一个好的事业 一个人 总要先想到自己 再想到国家 是不是 但是 如果我不愿意有什么事业 而只想清清静静地 找个糊口之处过一辈子呢 那 你对我的兴趣 是不是还那么高 他有点不愿意了 脸上的笑韵 一层层地减少 我还没有那么样的视力 然后 他眼睛看着别的地方问他 你当时出国的目的 难道是为了今天回到台湾来 过一辈子清静的日子 他沉吟了半天 出国的时候 只想在外建立一番事业 在外十年之后 只想回来 找个清静的地方住住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不相信你能懂 那么 我们暂时不谈这些了 我们到外面去走走 顺便吃点东西 小巷里凡热异常 好像一天的阳光 乘在巷子里 发散不出去 除了巷子 还是热 天蕾觉得台湾的热 一面从头上洒下来 一面从脚底冲上来 而人就夹在当中 加上马路两旁的树叶 乘着满满的灰纱 把绿叶给人的凉的意念 也赶跑了 到马路上 一山看他忙个不停地开汗 都衬衫领口 以手作善 他忍着笑说 走 我带你去冰果店 看你热得这样 站在冰店门口 他愣住了 记得 当年的这家冰店 只有狭狭的一个门面 满地湿 穿着木鸡的人 晃进晃出 把地上的水 溅得高高的 他的印象 就是一个脏子 但因为 他的家就在附近 所以夏天时 常常到这一家来 有一次 和张天平两个人 坐在店里 比赛吃冰棒 个人面前一盘 盘里四根红豆冰棒 吃完在家 一共拿了十盘来 个人吃了二十根 店里的人 及顾客都围过来看 黑压压地站了一地 天类嘴里 每一分肉 及整个舌头 都冻僵的 吸不进冰汁 又搅不动红豆 但是 他还是直着脖子 努力吃着 吃到二十一根 满嘴冻得发麻 觉得两片唇 胀得不能说话 张天平少吃一根 书给了他 看热闹的人 拍手庆贺他 然后张天平 请他去看 James Mason的七重天 踏进冰果店 这件旧事 全部都回来 连电影名字都未忘 但是冰店 与他的记忆中的 完全不同了 比原来的 大了三倍 比原来的 整洁了三十倍 以前我常来 又脏又黑的 怎么现在这么干净了 一定是赚饱了钱 他叫了两颗西瓜 哎呀 你不知道 这家冰店 现在多出名呢 全台湾都晓得 它到处有分店 台北啊 还有一个厂 这家双麒麟 比哪家都好吃 老板可阔呢 它有好几个别墅 杨明山一个 台中郊外那个家 它一色的美式配备 几个儿子啊 都送到美国去了 三句离不开美国 儿子女儿在美国 代表许多种意义 家里有办法 子女有出息 将来前途无量 她想说什么 又忍住了 却说 西瓜很好啊 再来一刻好吗 哎 对了 从前的西瓜大王 还在吗 嗯 但还卖别的了 哎 美国的西瓜 好吃吗 哎 又是美国 美国的月亮 比中国圆 美国的西瓜 当然比中国田咯 因为她是带着笑说的 所以 一山也没有办法生气 你真是的 我只不过问问 走吧 我带你去逛街 他们坐三轮车到衡阳街 这是她回来后第一次坐三轮车 高高在上 任人观望 而又有一个比她还瘦小的人 吃力地骑着她和一山加起来的重量 真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做学生时代多半是骑自行车 和梅丽出去玩也是带着她 又自由又亲密又凉快 偶尔雨天 她和梅丽坐三轮车 一张雨棚就隔绝了前面的人和他们 而她也就看不见踩车人吃力的样子 也许看见了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 可是 现在就觉得很别扭 觉得自己不应该 车子到了新公园 她就忙忙地叫她停了下来 做什么 一山问 用一块香香的手绢擦脸 下来算了 我们走吧 她给了车资 又抽了张十块钱的台币给她 车夫一面道谢 一面对她好奇地望着 像医生望病人那样 你给她太多了 这么大热天 人家踩得好累 你没看见她满脸都是汗 不好意思 十元钱只值两脚五 喝两杯可口可乐而已 大家都说 美国回来的人灰金如土 果然不错啊 她觉得她又误会了她的意思 不是我故意表示 我是美国回来的 而是我觉得不好意思 大概我十年没有要别人 替我行路 有点不习惯 啊 新公园 我也不认识了 公园已飞往昔 荒芜冷落的面目 一眼望过去 竟是红 红色的秋千架 儿童转轮 红色的小亭 红色的椅子 在将去的太阳光下 闪着刺眼的红光 她走了一圈 觉得这样一装饰 恰像一个 不会穿衣服的乡下姑娘 反而失去了 原来的个性了 走出了公园 一山说 要不要到书店转转 摩伯母说 你以前总爱逛书店的 她看了她一眼 她说话时那种爱交的神情 令她想起十多年前的梅丽 当她初看到 一山的照片的时候 她觉得和梅丽有点像 可是又不知道什么地方像 现在猛然知道了 并不是他们像 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同一年龄 以及同一年龄 很自然的相仿的举动 那种没有经验过 什么不愉快事情的年龄 也好 听说台湾翻版各种书籍 也许我可以买一些带回去 翻版的书多得令她震惊 科学及人文方面都有 摆在进门的台子的 却是美国当时的畅销书 纸张很薄 字也印得很密 有这么多人看英文小说吗 她问店员 多半是做美国人的生意 中国人看的也有 她转进店里 在两面书架上 随便浏览了一下中国书籍 只觉眼花缭乱 小说的封面太艳 书名多半太俗 而设计的画面也没有特别引人的格调 作者的名字对她说来 当然是完全陌生的 因为几年来 她也没有闲情意志去欣赏小说 有时间 看的当然是英文的作品 巡视一周之后 她还是转到门口的书桌上 随意挑了本翻版的 Mitcheno的夏威夷 及O'Hara的短篇小说集 一并交给店员包扎了 太阳已下山了 而留了股浓浓的闷热在身后 他们在衡阳街上逛了一会儿 天蕾的衬衫又湿了半件 最后找个两块点的地方坐坐 她说 嗯 我带你到新世界戏院边上的一家冰店 去喝酸梅汤 然后再兜一兜 两块点后 我带你去吃东西 怎么样 她差点说了一句 在美国随口应允的话 都可以 我有你摆布 幸好 及时想到她的不妥 王说 我随便 什么都有你